最近还有不少患者在康复后出现了丘诊或是寻麻疹 除了本身就有过敏体质的人 症状持续时间变得更长 连以前没有相关病史的民众也开始有症状出现 医师表示最近门诊中这类病人增加了三成 认为新冠病毒除了攻击体内器官 也会对皮肤表层的免疫细胞造成影响 民众除了搭配药物治疗 日常生活也要多喝水 饮食尽量以清淡为主 民众染疫康复后身体出现的症状五花八门 还有不少人开始冒起丘诊和寻麻疹 这时候民众如果使劲一直抓 这样行为超NG 不但可能越抓越痒 还会导致色素沉淀 医师建议民众如果症状越来越严重 就要赶快就医治疗 基本上我们建议民众就是吃一些抗阻滋胺 那甚至皮肤真的很少 就要擦一些药 像有些轻微内部唇药可以使用 医师表示部分民众在施打完疫苗 或是染疫后康复 会在一到两个礼拜之间出现皮肤状况 其中调法问题占了45% 另外近期也发现出现秋疹 寻麻疹 还有感染毛囊炎的病患也增加了三成 除了本身就有过敏体质的人变得更严重 症状持续时间变得更长 就连本来不曾有过敏体质的人也开始出现症状 那他可能攻击器官包括我们身体内部之外呢 对皮肤表面的一些免疫细胞 一些刺激细胞激素 甚至发炎细胞的这些因子 可能增加所造成皮肤的问题 民众除了尽快就医搭配药物治疗 平常也要多喝水 注意饮食清淡 避免用过热的水洗澡 还要避免晒太阳 维持良好的免疫力 才能从根本解决皮肤问题 记者陶渊轩 叶玲帆台报道